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就得到了一些的资料有关耶稣基督 所以他把这些的写下来 成为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的四部福音 其中之一的福音 路加福音 他除了写这个路加福音 他也写了《中途大事录》 《中途大事录》就告诉我们 整个的教会的行程从开始一直到保禄 在罗马坐牢为止 所以他从外教的一个家庭归于基督 以后投入为耶稣基督做福传的工作 他用文字去做福传的工作 因为有路加这样做 我们对耶稣基督就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祈求路加继续为我们整个的教会祈祷 我们也为所有的用路加做主宝的为他们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实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下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免你 承受你 草拜你 贤养你 感谢你 主 耶稣基督 独圣子 主 天主 天主 天主的高养 圣父之子 除面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面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自由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离合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 天主 你拣选的圣路加 借他的宣讲和祝数 解释了你对穷苦人的伟大爱心 求你使所有信奉你圣灵的人 常能一心一德 检守他们的信仰 并使所有尚未认识真道的人 都能得到你的救恩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冒德后书 亲爱的弟兄 因为德马斯贪爱现世 就离弃了我 到德萨洛尼去了 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 帝德去了达尔玛提亚 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 你要带着马骨和你一起来 因为他在植物上 为我是有用的 至于提西克 我派他到厄弗所去了 我留在特鲁阿 卡尔普家中的那件外衣 你来时务必带来 还有那几卷书 尤其是那些羊皮书卷 也要带来 同将亚历三大 使我受了许多苦 主必将造他所行的报应他 这人你也要提防 因为他极力反对我们讲道 我第一次申辩时 没有人来协助我 人人都离弃了我 远天主不归罪于他们 但是主却在我左右 坚强了我 使福音的宣讲 借着我而完成 使所有外邦人都能听见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愿世人尽知 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上主 愿世人尽知 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上主 愿你创造的一切 都称谢你 愿你的圣徒 同声赞美你 讲述你王国的光荣 传送你行事的威能 上主 愿世人尽知 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让世人尽知 你的威能 和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你的王国永世长存 你的王权 万世无疆 上主 愿世人尽知 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上主的行进 至公至义 上主的作为 圣善无比 上主 亲近 所有呼求他的人 所有诚心诚意 呼求他的人 上主 愿世人尽知 你王国伟大的光荣 咱们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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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说 我拣选了你们 并派遣你们去解果实 去解长存的果实 阿雷路亚 咱们诸 咱们诸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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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心灵同在 共度圣路加福音 祿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主另外选出了七十二个人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 在他之前选到他自己 将要去的各层各地去 耶稣对他们说 庄稼多 而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我派遣你们 如同把羔羊送入狼群 你们不要带前狼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鞋 在路上 也不要问候人 无论进了哪一家 先说 愿这一家平安 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要领到他身上 不然 人归于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一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 离党得到工资 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搬到那一家 无论进了那一座城 如果有人欢迎你们 给你们预备什么 就吃什么 一日城中的病人 并给他们说 天主的国已经领尽你们了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有一个神父一个学长 他做了神父 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他做了神父 这二十几年 他都是做赴本堂神父 都没有做本堂 有一次遇到他就问了 为什么你一直到现在 你二十几年了 你还是赴本堂 都没有做本堂 那现在我们不是各地 有很多很多缺神父吗 有时候那个教会还觉得 我还没有准备脱当 我还没有准备好 要接本堂 所以二十几年了 还是做赴本堂 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派遣他的门徒们 在路加福音今天 我们所听到的 一开始说 耶稣又另外派遣 选出了七十二个人 派遣他们 另外 意思是之前 耶稣也派遣过 之前耶稣派遣他的十二个门徒 现在派遣七十二个人 耶稣工作 他工作的目标 就是要告诉人 要传这个好消息 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 他一个人工作 这个太辛苦了 太大的地区 也这么多的民族 这么多的人 需要听到这个好消息 所以他前面的 他就开始开路 有六条路 十二个人 两个两个 就是有六条路了 他们就出去 去传教 到现在呢 耶稣就觉得 这个还不够 有了六条路的 去传教 这个还不够 他需要更多的 有三十六条路了 七十二个人 两个两个 就三十六条 那这个的声音 他们一走出去的 我们就可以想象 这个的声音说 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 这个声音应该就回响的 非常非常的大 在马尔古福音 当门徒们去传教的时候 结果是非常非常的大 人就开始问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是不是 先知们 其中之一个 或是肉汉 已经复活了 厄利亚是不是出现了 连河洛德 也开始紧张起来的 因为耶稣派遣门徒 去传教 派遣六个 六条路 他们走六条路 但是今天我所听到的 三十六条路 更大的声音了 那我们看 耶稣派遣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 已经准备好 准备拖当了 去传教呢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 耶稣跟门徒们的互动 一直到最后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门徒们对耶稣的教导 都还没有完全了解 还没有完全懂 所以耶稣派遣门徒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稣他不是完美主义者 他接受 门徒们的不足 他们接受 门徒们会时常误解他 虽然尽管他看到了 他们这些会误解 他还是信任他们 派遣他们 去跟他一起工作 一起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耶稣他所做的 那这些人 在做事的时候 他们也分享了 他们所做的 得到的能力 都是耶稣托给他们的 去宣讲 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 还有治病 还有治病 他们本来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天主耶稣基督 就给他们这些的能力 他们不需要等待 自己完美了以后 才被耶稣基督派遣 那在我们的自己的 这个教会的生活 可能我们说 我们要担任我们教会里面的 团体里面的某一个任务 我们自己可能会担心 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足 或是别人 我们看到 这一群人 他们没有什么能力 可能我们就不分担 不让他们分担 我们教会的工作 我们要从耶稣学习 我们不等 每一个人都变成完美的时候 才为耶稣基督 为教会工作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意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决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下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向他圣父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党样 终身适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募于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外援 使他们依照你的使命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 分析 其恩的安慰者 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有的信众 求赐我们 敬畏 及 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 及 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操见 及 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 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信仰 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求我们免以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一天心心吃火 可以吃火着起来 在那周围地边 可以乐到那亮光 真实的爱也是这样 到你有这宝贵经验 你要赚给每一个人 你要去传给人 朋友们快快来 我已得到这心了 你也能信靠他 无论你是在何处 我要在山顶上安静 我要全世界都知道 救主的爱 已领导我 我要去传给人 我要在山顶上安静 我要去传给人 我要全世界都知道 救主的爱 救主的爱 已领导我 我要去传给人 去传给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